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 Diary 就在很多文具手帳扣門 開始要思索明年要用哪一些HOBO手帳的時候呢 我也開始了新年度的抉擇了 不過呢,和他們不一樣,我還沒有成名到HOBO 我是要開始猶豫明年度到底要選購哪幾款的日曆來使用 在去年的時候,因為我想購買手帳的時間比較晚 而且我就非常的堅定,我只想要使用宇宙日曆 之前我們介紹過的 但今年的情況根本就和去年是不可同日而喻 為什麼呢?因為演算法帶我認識到好多好多不同的日曆品牌 大概有十幾樣吧 所以我想說趁著目前各大品牌還在進行募資或是預購的時候 來找大家和我一起挑選明年度的日曆 說不定這裡面也會有你們心目中命定的明年日曆喔 我們就一起來挑選吧 首先我們來關注的第一款是 種子設計的2022種子粒 其實這一款喔,我已經先預購了 因為在今年的文博會上啊 我有看到種子設計他們從2018年開始出的日曆 種類有很多喔,像是蕨類啊,還有花朵等等的 每一年都非常的美 那明年日曆是種子的主題 主要還是現裝和吊環,所以不可以指令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官網寫說啊,這項是植物的加灰 我們可以觀察這些植物的果實還有種子的樣態 來認識更多生活之後都會出現的植物 它的畫風帶有一個手繪感 給人一種溫暖又居家的舒適風格 我想說這個使用起來啊,應該是心情會蠻好的吧 好,那第二款我們要看到的是 耳語的童話日曆 欸這個顏值它真的是沒有在開玩笑的耶 非常可愛 這款童話日曆啊,它的插圖風格很細膩 下方配置的是當天出生的名人名言 而且還有中印對照 所以啊,不管你是要節選下來做平貼 還是說想要手抄,它都很適合 整個版面的編排很簡單 色彩不多,但是它非常的吸引人 你看它左下角還有老哥的推薦哦 整體設計是很用心的 那它除了可以跳掛之外啊 光是簡樁版的紙盒 就可以折成書架來使用 因為這個我有點喜歡耶,天啊 再來第三款我們要看到的是 好玩設計的農民日曆 它兼顧的傳統啊,而且又不失有趣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一些設計 它把我們傳統的農民曆啊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內容是參考老祖先的智慧 也就是農民曆來設計的 也會有選出符合現代人的事項 那你看它主要是用台灣的傳統花磚 還有鐵窗的圖案 整個配色的氛圍啊,是復古的 可是它又具備的設計感 再來是第四本 是敏迪選讀的國際觀察力 這一本啊,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推薦 包含我的朋友們在內 我想它應該會是2022年的日曆熱銷款 它的版面配置還有繪圖的風格 都是蠻簡單明瞭的 會有國家,國家領袖,各大組織啊 還有歷史事件的介紹 我覺得這對於想要更了解 國際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人來說啊 它會是不錯的入門介紹 主題還有搭配的插畫風格啊 很有趣 簡單,但是它風格十足 但至於它可不可以站在桌上啊 這個我打上問號 從頁面上啊,我只有看到 調畫還有平放的方式 再來是這一本,叫做 用最微柔的方式把自己打形 這本看起來非常的文青 很重耶 很好看喔 這個第一波早鳥已經結束了 好可惜耶 沒關係,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它的設計好了 它是比較大塊面積的藍色、灰色幾何圖像 它很有異像感 它旁邊搭配一些小短文、小短句 內容很像是在和自己對話 而且它不是那種太雞湯性質的文字 這也蠻好的啦 因為我覺得說 不一定要用全然正面的話語來提點自己 我們可以嘗試著 適度接受一些負面 或是更偏向現實層面的想法 那或許可以發現到更多不同的自己 總之就是啊 我覺得它的文字設定概念很不錯 接下來是 早上製作的美好日子 它這一本是旅行的主題 這本你看它真的好可愛 那上面是機票的印象 這裡還有起降機場的代號 然後再看這一個啊 當天的日期 就是那一種出入境的日期印章 這完全就是充足的旅行感耶 因為剛好這兩年是疫情年啊 所以我們都很難享受到旅遊這一種悠閒的感覺 那它中間簡樸又溫暖的大張插畫啊 可以當手帳拼天的主角 如果你要把它當成小信封 或是小數的封面都很不錯 但光只有這樣子啊還不夠 它下方還有這一個 每天的to do list 可以讓你維持生活的儀式感 還有一些世界的小知識介紹 它真的是一個很完整又很可愛的一款日曆喔 然後它是有配置後灰卡紙板 所以它可以站立的 很欠滿耶 真的真的 還有這一本是小魚星座的今日以少聊 誒 這本很特別的耶 它是星座專家出的日曆耶 我們來看一下喔它的命題是 沉浸式的日曆 它有在試著和你對話 還有今天以什麼寄什麼可以讓你填寫 除了特殊節日還有每個月的一號 它會有特別的插畫之外啊 其他頁面都蠻簡單的 和其他日曆不一樣的地方啊 是你看它說的這個話啊 是不是有點毒 有點直 它這種不能量的解憂 其實也蠻有療癒感的耶 小互動的創意啊也是很有特色 不過我這樣看下來喔 我不確定它可不可以站立 要是有設計調板來使用啊 這個是可以放心的 再來是獨立書店 這本它的2021年版本很美 相信很多文具圈的朋友們 對它完全不陌生 第四年的獨立書店來啦 我很喜歡看我的同業朋友在IG上面啊 每一天撕一張圖片 我本來是要買2021年的啦 因為顏值它真的很高 它就是一種簡單優雅的感覺 可是我有翻到一兩頁喔 它的內容文字不太是我的菜 所以我是先忍痛放棄了 那它2022年的日記設計啊 是用現妝的目測是可以直立擺放 月份葉的顏色啊很飽滿 是舒服的配色 那一般葉它就很簡單 黑色還有一些帶有 金屬色澤的質感深色 那同樣的它還是有 名言家去當主角的 有順便告訴你說出處在哪裡啊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可以去找圓柱來看 增加一些閱讀量 那最後我要鼓勵它的排版 它讓這些句子的閱讀感啊很完整 不會中途斷掉 很棒 那旁邊還有小任務的互動 可以增加每一天生活的豐富感 接下來這一個是董董漢方的漢方日曆 它的命題很有趣是 漢方藥材這些東西 我們生活中啊可能很常會聽到說要吃中藥啊 食補啊 可是我們都沒有真正去了解它想像的內容吧 那這本日曆啊 它說每一頁都是一味藥材或食材的介紹 如果它中間的圖片直接放中藥的照片 那我就直接謝謝再見不聯絡 可是它是這種有一點寫實 又不會太寫實的可愛插畫 而且它還有把這些漢方的性質啊 來歷啊故事啊都寫在上面 所以每天可以認識多一點點的這種有知識性的內容 真的是非常養生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有木質底座 所以直立的擺放沒有問題 但可不可以調掛啊這一點還要再觀察 再來下一本和前面的主題有點像 它是實令日曆 它的插畫風格很可愛 我覺得也是一個會讓人很忍不住想要去收藏起來的主題 上一本是中藥材為主嘛 那這一本是食材居多 它會帶你認識一些蔬果食材之外 也會告訴你說食材的寒、熱、溫這些特性 以及它的食譜功效怎麼樣啊 還有歷史的知識啊典故等等 然後它的插畫風格比較樸實一點 整本是可以吊掛的 也有附加那種後紙卡來當底座 但是啊因為這些食材的介紹圖 它大部分是有打底色的 所以如果要用在拼貼的話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薪資來搭配啦 那剛才漢方那一本啊 就比較容易剪下沒有底色的素材圖 所以大家可以綜合的考量一下 看你比較喜歡哪一本 再來這一本很可愛喔 它是虎虎生風貓日麗 我不是貓控啊 可是就覺得說它剛好就有符合這個生肖年 所以也點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似乎就還蠻應景的 那一樣是白色底的解決風格 上面有標註到農曆還有節氣 以及你今年是過了幾天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貓咪主角啊 它感覺懶洋洋的很猛耶 那既然說貓咪是主角啊 所以它下方的蚊子啊 自然就是以貓咪的小故事還有知識為主 它這點有做出市場的區隔 我覺得很不錯 那重點是這裡 它有很厲害的 首班貓動畫的巧思 這種逐格動畫 真的很有趣 那這個四季的貓咪主角不同啊 所以配色風格也不一樣 日麗的底座更特別喔 它是這一種像布島翁一樣的 會搖擺 所以貓奴你們可以參考一下啦 這個好可愛喔 它是台灣鳥日子 它顧名思義是介紹鳥類 這本手繪風格的小鳥 它下方有這一種整體配色的色票 假日的時候啊 還邀請你一起塗牙 它旁邊有留空白行可以寫註解 而且它還有好好和你介紹鳥類 更貼心的是啊 它有注音對照 畢竟喔 有很多鳥類的名字啊 它不是有邊塗邊 每邊塗中間的類型 那它還有給這個值的底座 看起來是蠻穩的啦 不過鳥類對我來說啊 是相對陌生的 所以我會把這本日麗啊 推薦給想了解這個領域知識的朋友們來使用 除了鳥日子之外啊 還有這個島嶼共居 動物日麗 它的畫風也是非常的好看 色彩很繽紛 那它既然是定位在島嶼共居 所以我們就先預設 這上面的角色 都是台灣這座島嶼的原生物種 那這本插畫設計啊 色彩相較於前面看到的幾本來說啊 我覺得它非常的繽紛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過於的華麗 看起來是那種可愛可愛的 它是直接整本可以直立或吊掛都行 一樣在下方啊是有介紹和心情小語 那它在週間、週末、月份 還有動物的特別節日 都會有不同的插畫設計 好像說你每次一天 就可以擁有一幅充滿質感的小畫作 而且它有部分的句子啊 是用台灣書寫的 所以是有找台灣老師來做審稿 不過我在目前版面上面啊 沒有看到台灣的文字 可能是要實際買來才會知道 但它確實是有讓我想帶回家的衝動哦 如果您是喜歡動物派的啊 還有一本也很可愛 叫做海洋生物日曆 那這一本啊是介紹海洋生物的 整體的繪圖風格是一種水彩質感的呈現 那主角就是中間的物種 它用色很精準又很有氣質 我是蠻喜歡這種色彩明度的呈現的 來最後這一本 是我關掉前面所有的日曆介紹之後啊 它突然跳出來的 我本來想揮越它 不過刷了一下覺得很可愛 這本設計很簡單啊 就是日期還有農曆和每日遺跡 搭配可愛的小插畫還有每日的小金句 整體的配色啊只有黑白黃這樣子 它有附給你綿繩 所以是可以掉掛的 那以下還有一些我稍微有點看的部分 像是這一個 老派生活日曆 台灣好色 吃帶梗圖3.5 風俗考察2 五金行日曆 台灣美麗日曆 圖文不符百態自由 親子時光 污見污立 這裡面有一些是新品 還有一些是過去幾年就很好的作品 或者是還會有其他人的推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搜尋看看喔 好了我們的導覽就到這邊結束啦 不曉得這裡面有沒有你喜歡的日曆呢 那我個人呢會等所有我購買的日曆 全部到貨之後再一起開箱給大家看 順便可以來猜一下我到底購買的哪幾本日曆 那如果你想和我們分享任何日曆 或是您特別喜歡哪一本日曆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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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可以說